那菊明子呀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效 就是通便 菊明子胃苦通泻 滋润华丽 那入大肠经是轻热 润肠通便的佳品 那常用于治疗 内热肠躁 大便密结 肝与大肠相别通 因此呢肝经有热的人呀 常伴有便秘 那说的简单一些呢 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呀 大便也不会太好 好多人呢都有便秘的问题 那通便的方法呢 也是炒菊明子泡茶喝 那如果要嫌麻烦呢 可以直接把菊明子打成粉 每日送福五克 效果呢也是很好的 那菊明子呀本身呢 是药食同源的药物 因此呀是可以久服的 很多长期服用菊明子茶的人呢 都会发现呀 自己势力变好了 尤其也是一些长期用眼的 那上班族和血压高的人 那那是因为呀 菊明子有清肝明目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各种眼疾 尤其呢是肝火旺盛 引起的养花 效果最好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呀 菊明子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因此呀大肠本就滑溪的人呢 既用气须便糖也不要用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